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张嘉玲张医师 您定期收看狂衣秀 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又回到狂衣秀节目 我们这一集 延续上一集 胰胀 号称癌症之王 我们上次介绍到了他的症状 以及他的形态 还有他的功能 接下来我们要强调 胰胀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 这些症状因为 跟其他的疾病 或许有一些混淆 让你会轻忽他的存在 我们以下有些字卡 上腹疼痛 疼痛放射状 扩散到背部等处 禁食够恒品恶化 腹部走障 触摸是个人情巨头 脉搏加速 耳心感 嘔吐发烧 身体常常感到疲惫不堪 即使长血肌膜 能未感到困倦 成年后 异味性皮肤也持续复发 放过也出现冒汗 头晕不适的 低血糖的症状 一旦癌很难发现 一旦发现 就要你的命 再来提醒各位 这里面你要逐向的去 注意万一 你有一些三个到四个以上的症状 你就要非常非常小心自己 一旦是否健康 以下我来挑几个 跟各位做一个解说 第一个黄胆 有些人在黄胆 他自己会不知不觉 因为我们是黄种人 皮肤本来就是黄的 但是我们黄胆怎么样去发现 你要看一个人的眼睛 我们叫拱膜 就是眼白那个部分 本来是白白的 突然间慢慢慢慢变黄了 接下来才会皮肤变黄 那口腔黏膜也会慢慢的变黄 黄胆是非常可怕 也会要人命的 我们曾经遇到黄胆最高的 因为黄胆正常值是1以下 那曾经遇到超出四五十倍的 黄胆指数这么高的 那么为什么黄胆会这么高 因为我们要知道 黄胆胆色素是怎么来 黄胆的造成原因分成两类 第一类叫阻塞性黄胆 第二的叫溶血性黄胆 那么溶血性黄胆 就是你的红血球过度的破坏 经过脾胀 红血球在每三个月一次的更新老化当中 它会经过胰胀 把老老旧的红血球破坏 那么就会造成胆脂 胆脂循环到肝脏 经由胆朗来到小肠 再有小肠 让大便的颜色变成我们现在大便的这种深核色 甚至于比较深的颜色 那么有些胆脂还会回流在存物的使用 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排泄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胆道或是在腹腹的地方 我们的服务就是总胆管跟总胰管进入我们十二指肠的位置 那个位置出口遭到堵塞的话 就叫做阻塞性黄胆 那么黄胆指数就会急速的升高 那为什么会堵塞到 大部分都是因为肿瘤的关系 最常见的还是胰脏癌或是胆道癌 造成这些应该排泄黄胆 胆肢的胆道受到阻碍 而绕成黄胆 这叫做阻塞性黄胆 另外一个溶水性黄胆 跟我们今天讲的是比较没有关系 因为它是大量的红血球破坏 超出一般身体能够处理的速度 而造成了黄胆 所以这两个黄胆的区别 我们可以用总胆色素指数 跟直接或间接的胆色式指数 来做个区别 所以黄胆会造成身体会痒 这是一个最大的 最常见的胰脏癌的症状 那么第二个呢 又叫做护痛 尤其是你在吃了大量油脂的东西之后 会造成觉得肚子胀胀的消化不良 会造成左边腹部或左边的肩膀 觉得酸不舒服痛 甚至于到延续到背后后背痛 因为我们在上节讲过 胰脏是增长在胃的后面 所以它的疼痛一般都在后背痛 所以这个就是胰脏癌的先期症状 那很多人会觉得我是胃的问题 做了胃镜又没有事情 所以它就忽略掉胰脏的一种警讯 告诉你的警讯 第三个 就常常会拉肚子 而且它也常常会油便 那什么叫油便 就是说你的脂肪吃到你体内之后 胰脏没有分泌够足够的脂肪酶 让脂肪做一个完全的分解消化吸收 然后直接排到你的粪便上 你的粪便上在大完便之后 那个水会一层油油的 那个就是一个油便或是拉肚子 那这个拉肚子又跟一般的不一样 几乎是每天会有一种不成型的粪便 糊糊的粪便 然后每次到完便 老是觉得大不完 老是觉得肚子这样怪怪的 不舒服 那个也是一丈的一个警讯之一 最后严重了 那当然我们黄胆跟这些大便的不正常 会造成大便的颜色改变 变得比较偏白 比较淡 那就是已经胆色素下不来了 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大便 变成粪便源的这种激转消失了 所以这个我们也要非常注意 再来一个症状就是你会恶心想吐 那这个症状就会很常常跟头晕 或心血管疾病混合在一起 你会没有办法判断你的恶心想吐 是因为你的慢性胃炎或是你的胃溃疡 而造成不是胰胀的问题 就是让你失去了警察 再来一个就是你的体重会减轻 因为很多的癌症 它有分泌做一种叫做恶性体质素 恶性体质素 这会造成一个人本来健健康康的 变成枯瘦枯黄干扁这种体质 因为它消耗你大部分身上的蛋白质 造成恶性体质素 而且会造成你胃口不佳 恶心想吐的感觉 那么再来最后一个症状 我要提起就是 可能会皮肤搔痒 可能有些人会血栓 或许在皮肤上有些小的问题 那么最后一个最大的症状 各位一定要注意就是身体很累 即使你经过长期的休息 你才觉得很累 怎么睡都睡不够 然后全身无力 这些加上体重减轻 你就要非常非常小心 食欲不振 就要非常非常小心 把自己的肠胃道 尤其胃脏的症状好好做个检查 那我们以后以上讲很多 有关于胃脏癌初期的症状 跟中期的症状 那到胃脏到最后的症状 会有什么症状 最后最大的还是疼痛 胃脏癌非常的痛 所以我们曾经在新闻上看到一个 新闻界的名人副达人 到胃脏癌最后真的受不了疼痛 到瑞士去寻求安乐死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胃脏癌到最后他的痛 胃得要马飞长期注射 甚至于马飞24小时的点滴注射 才能够缓解胃脏癌病人的疼痛 最后最后就是黄胆指数 因为胃脏癌经过没有办法 手术没有办法治疗 一切到最后末期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堵到了 这个胃脏出现的一个通路之后 那他就会造成黄胆指数大量的升高 那么各位就很关心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的治疗胃脏癌 因为我们知道胃脏癌发现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已经是末期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症状不明显 所以几乎所有胃脏癌 发现都是不能开刀的 如果医生告诉你 你的胃脏癌可以开刀 那你就要觉得 你是属于比较幸运的那一群 那么这个刀也会开得非常大 叫做HIPPO 我们叫慧脯手术 这个胃脏癌 它几乎拿掉了所有胃脏的大部分 十二指肠大部分 胃的一部分 还有把我们的胆道 胆蓝都全部拿掉 剩下一点点小小器官 一点这个腹腔的 胃脏附近的器官 几乎都拿掉大部分 这个是非常大的手术 手术时间大概都好几十个月 这个是一个胃脏癌如果能手术 当然是你还是一个最佳情绪 那么大部分的人 都是属于不能手术的这一群 那么我们就要用什么样的治疗呢 用化学治疗 讲到化学治疗 胃脏癌化学治疗 有哪些化学治疗 胃脏癌的化学治疗 在过去就是两种化学治疗为主 那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 我们台湾的中研院癌症研究 ��员中心 在最近已经在临床试验 用一种叫鸡尾酒疗法 他的做法就是 除了两种注射用的抗癌药之外 还加上两种口服 他可以把原来胃胀癌 经过传统的化疗 大概存活八到十个多月 延续到十一个月到12个月 这是一个比较往前突破 各位觉得会问 8到16到11到16有什么差别 当然就有差别 因为胰障癌这么恶性的癌症 我们只要延长一个月 都是算我们进步的一个长组的进步 所以这个鸡尾酒疗法 它可以在门诊实行 两个礼拜做一次 所以这个是已经在第一期第二期的临床试验 都已经证明它是有非常好的效果 也可以列为台湾之光 也已经发表在著名的欧洲期刊上 所以大家也会要期待 台湾有这种鸡尾酒疗法制造的好的配方 对胰障癌末期的胰障癌病人 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所以到现在各位一定了解了 胰障癌的治疗方式 所有的它的相关知识 但是这个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概念 希望大家能够在你的生活习惯上 远离酒精 远离脂肪 脂肪是万恶的杀手 尤其对于所有癌症 特别是胰障癌 所以脂肪绝对要远离它 酒精远离它 加上前几集 我跟各位建议的 多做运动 每天持续拨断的运动 生活习惯 饮食均衡 不抽烟 不喝酒 不吃冰蓝 把这些所有能够引起 我们身上癌症的因子全部去除 才能够保有你永远的健康身体 谢谢各位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 我们节目一直宣扬的就是预防医学 希望大家提早有预防医学的概念 也提早养成预防养生的习惯 让我们的健康一百分 长命百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抬起你的手 按订阅 点赞 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并留言在我们底下 这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各位